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後面 我是講故事的Ben 對我來說 搖滾樂團之所以迷人 是因為羨慕他們的自由與叛逆 放任狂野與對世界的吶喊 是我做不到的 而除了性格的特質外 要在樂團中合作以取得平衡 更是我們可以學習的課題 不過你知道我們還可以從 搖滾樂團中學到什麼重要的道理嗎 那就是 千萬不要跟好朋友一起做project 沒錯 不管是分組作業還是大事專題 只要你是學生或曾經是學生 都一定懂得這個道理 從討論分工到差一點 交不出作品作為ending 衣服上的爭執可大可小 有的人吵完感情更好 但身為過欄人 我還是奉勸大家不要冒這個風險 畢竟這個年頭要結交新的朋友也很難 大家可能會覺得我離題的 不過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樂團 槍與玫瑰Gons and Roses 走向也是差不多這個入宿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故事吧 槍與玫瑰一個經典的搖滾樂團 故事其實要從兩個樂團講起 分別是好萊塢玫瑰與洛杉基槍 1984年的公寓裡住著兩群搖滾音樂人 當時玫瑰主唱Axel Rose 正好與樂團經紀人大吵一架 被吵了魷魚 因為樂團成員都住在一起 於是氣氛搞得非常尷尬 不過老天奇景般的為Rose開了一扇心窗 洛杉基槍正好需要一位新主唱 玫瑰吉他手Easy Strattling 引進了自家的前主唱Rose 並在不久後兩個樂團就這樣合而為一 成為我們鄉所熟知的槍與玫瑰 成員包括主唱Axel 節奏吉他手Easy 主吉他手Chessy 鼓手Rob 與貝斯手All Back 不過大家也不用特別去記這些人名 因為今天出場的人物很多 加上這其實不是普遍被認為 槍與玫瑰的最經典組合 所以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樂團成立後進行了兩次排練 總是在排練當天消失又聯絡不上的貝斯手All Back 就領人便當了 被Duff McKagan取代 原本計劃要出一批專輯 在吉他手Chessy與Rose 一言不合下取消 最後洛杉基槍的元老 在新成立的樂團中全軍覆沒 吉他手與鼓手接離開的樂團 Stash與Steven Adler分別 從他們手中接過了主吉他手與鼓手的位置 就這樣 槍與玫瑰的經典組合 在1985年正式成立 隨著槍與玫瑰越來越多的演出機會 許多唱片公司紛紛釋出興趣 為保有樂團本友的形象與風格 以及最重要的創作自由 他們拒絕了開架非常高的唱片公司 最後以75000的預付款項與葛芬唱片公司簽約 到了同年年底 唱片公司開始有點擔心樂團的狀況 因為他們一直沒有足夠的作品來發行全場專輯 為了讓公司保有對樂團的興趣與信心 他們發現一張收入四首單曲的EP 並開始把心思從現場別人 轉到製作專輯上 半年後 槍與玫瑰的首張專輯 Appetide for Distraction 正式推出 然而出版的超現實主義專輯封面 呈現了一個放著匕首牙齒的怪物 報復性的攻擊一個機器人罪犯 這樣的畫面惹出了爭議 後來才改成最終包括五名成員的 骷髏頭供在十字架上的版本 不過專輯發行了一年 銷售成績根本不及格 心灰藝人的唱片公司只好打出最後的王牌 創辦人David Gavin親自上陣 到處求人情 讓主打歌Welcome To The Jungle 得以在MTV上播放 不過播放的時間是凌晨四點就是了啦 但這一招成了槍與玫瑰 與唱片公司的絕地大反攻 奇葩的播放時段 反而吸引到他們的紅心受眾 重金屬於硬式搖滾的歌迷 紛紛注意到他們的作品 他們的音樂需求呼聲越喊越高 接下來的第二波主打 Sweet Child Mind更是一個神助攻 歌迷雖然是寫小孩 但其實是Rose顯給當時有如小孩天真般的女友 這首單曲不僅是1988年夏天的冠軍單曲 更是槍與玫瑰至始至終第一且唯一的冠軍單曲 在最新的雷神電影聽到 我也是差一點在電影院裡跳起來 兩首主打的強大公司 帶著專輯Appetide for Distraction登上 告示牌200大專輯排行榜冠軍 並在全世界賣出了3000萬張 也成為美國史上最暢銷首張專輯之一 也許用數字大家沒辦法體會他們當時有多紅 這裡分享一個小插曲 當時某一期的滾絲雜誌規劃 換了Aerosmith的專訪故事 卻遇上了槍與玫瑰巡演即將進入尾聲 當時兩個樂團的地位大概就是 槍與玫瑰替Aerosmith開場的等級差別 但那一期的雜誌封面直接被槍與玫瑰占板 當時的Aerosmith的經紀人甚至打趣的說 他們都快要氣死了 如火如荼的名氣讓他們很快的推出第二張專輯 並同時收入了一批的釋手單曲 雖然不比前一張作品賣得好 但也有個千萬銷售 告示盤亞軍的專輯成績 但因為作品爭議登上了媒體版面 似乎成為他們發片的傳統 新專輯單曲《彎寧》的《Million》 因歌詞包含了《Negos Immigrants》與《Fagos》等用詞 被批有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和同性戀恐懼症的嫌疑 雖然若時搬出其他音樂人 也曾在歌名中用過類似字眼的例子 來替樂團打劍 但多年後他仍承認指控 理由是他曾經被黑人搶過 且因為與同性戀者有不好的經歷 而支持異性戀 不過這些爭議似乎對槍與玫瑰沒有太大的影響 拿到了第三四張專輯的 User Illusion 1和2加總的銷售數字 仍來到了3500萬 更分別登上了告示牌榜單的 一二位戰榜108週 大家108週 一年也才52週等於兩張User Illusion 整整兩年多不斷的巡迴播放 這樣的紀錄更成為當時的首例 直到2004年被嘻哈歌手內力打破 這樣人氣專輯當然要再開個世界巡迴賺一波吧 持續兩年涵蓋27個國家共192場 這個專輯的同名巡迴 成為了史上持續最久最賺錢的搖滾巡迴之一 但大家沒想到的是在發燒近6年的大四搖滾樂團 誰也沒想到會在 意大利麵事件後開始走下坡 意大利麵事件是槍與玫瑰的第五張專輯 這張專輯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翻唱了許多龐克搖滾的曲目 其中更有一首隱藏版的歌曲 在專輯正式發行後才被列在曲目中 卻再次為每發專輯必有爭議的傳統畫下一筆 You got your game girl原為重刑犯查爾斯曼生的作品 雖然樂團表示他們並沒有想要宣揚歌曲的原唱 他們也沒有credit給曼生 然而大眾的撻伐人擦眼讓他們將歌曲移除 事件最後以樂團加他們的版權捐贈 給被害人家屬畫下的句點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次的事件 讓他們踢到鐵板 只讓意大利麵事件只賣出的先前作品不到一成 也是槍與玫瑰賣的最不好的作品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不得不同意 他們是一個爭議非常多的樂團吧 其實從早期出道開始 他們叛逆於享樂主義讓他們被貼上 世界上最危險樂團的標籤 從每個成員的藥物問題 到演唱會上發生的爭執意外等 更鞏固了這個公認的形象 尤其Rose在許多事件後多方媒體的筆下 都將他形容的那個很像 令你頭痛到不行的小組組員 不知道為什麼搖滾樂團主唱 有很高的機率成為全民公敵或麻煩人物 也許是他們太有想法而太受矚目 總之因為以上種種原因 槍與玫瑰開始分崩離析 先是鼓手因為使用非法藥品影響自身表現 User Illusion中的Civil War 整整入了30個Tech才完成 讓成員們非常火大 於是在1990年將他開除 後來由Max Soren取代鼓手的位置 他也對樂團的風格有很大的影響 他加入之後樂團的風格 整體從搖滾更偏向重金屬了一點 合年節奏吉他手Straling毫無預警的退團 他的理由是再也受不了Ross的各種 個人行為以及獨裁的領導力 加上自己正處戒毒出奇 這讓他難以與其他人在 獨以泥沼中的成員相處 最後由Galby Clark 接手成為新的節奏吉他手 但他很快的被主唱 Ross在沒有與其他團員討論的情況下退團 Ross的自我中心讓其他人很勢不爽 尤其是吉他手Stash 而壓倒他最後一根稻草的 也是Ross的三制主張 在錄製翻唱版本的 Sympathy for the Devil Ross又在沒有經過其他團員的同意下 找來他的兒時好友 Paul擔任節奏吉他手 這讓主吉他手Stash 與鼓手Soren前後離開樂團 Soren甚至在訪談中說到 Paul根本就是槍與玫瑰的小野養子 不久Duff McKagan以家庭因素為由 也在1997年離開樂團 Patience Yeah 到了1998年 《槍與玫瑰》的經典組合 只剩下Ross與後來加入的吉他手Dizzy 為了東山在一起 Ross召集了各種才華洋溢的人類們 包括貝斯手Tommy 鼓手Josh 主吉他手Robin 節奏吉他手 小野養兒 我是說Paul Tobias 最後還有能透過不同樂器 增添豐富度的演奏家Chris 現代的《槍與玫瑰》正式上線 在被問到記者為什麼還要繼續使用 《槍與玫瑰》的名字時 Ross強調他不想讓《槍與玫瑰》的努力 這樣死在他的手上 雖說前人重樹後人成良辣 但要承接團名同時不辜負歌名的期待 我想也是很難的 這時《槍與玫瑰》已經5年沒有推出新作品 雖然陸陸續續錄製了30首作品 但Ross認為團員之間能缺少化學作用 顯得這些作品非常零散 而這案原本要取作《2000 Intentions》的專輯 在眾所矚目的等待下 正式被改名成《Chinese Democracy》 90年代正好也是民主運動蓬勃的時代 Ross認為這樣的概念正好能來比喻他們的新作品 如以往強勢 卻又包含了不同風格不同生效的音樂 他說這就是一張大熔爐 但爐子裡的東西可能是還沒熔完啦 這一拖5年又過去了 2004年歌迷人吃吃的等不到這張民主專輯 他們的等待煥然的是製作人說服Ross重製專輯的消息 然而槍與玫瑰所使用的製作經費 已經遠遠的超過預算 且讓已經10年沒有賺投的唱片公司非常失望 最後葛芬唱片決定停止一切資金與資源 甚至在沒有取得到授權的情況下 發行了一張超級賺錢的熱門合集 就算Ross連鎖的Stash Dolph McKagan提告也維持意外 該專輯不僅獲得到三次白金獎 更成為了史上呆在排行榜最長久的專輯之一 當然不只唱片公司等不下去 連歌迷都要等老了 10年已經從小六等到大學畢業了各位 俗到說只要是想要的 沒有什麼是得不到的 於是他們的歌曲在網路上流出包含了 Better, Catching the Ride, IR is Done 就算經紀公司要求下架 但電台已經將IR S 納入播放清單 不僅負得到好評 最後更登上Radio&Record雜誌的 Active Rock National Airplay 榜單 這張可能永遠要胎死腹中的專輯 已經拖到被飲料公司拿來做行銷了 2008年Dr. Pepper表示自家飲料 也需要時間找到對的配方 所以可以理解若是想要努力做到完美的心 因此宣布要是槍與玫瑰在08年之前推出一張專輯 他們就要送美國全民藝人一罐飲料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槍與玫瑰真的在08年11月推出了這張 一位永遠不會到來的專輯 不過美國國民有沒有拿到那罐免費飲料 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Chinese Democracy 讓人意外的不只是發片時間 還有高達1400萬的驚人製作成本 儘管得到月評正面的評價 銷售數字卻不如預期美好 分析指出當歌名聽到這張專輯的時候 已經不是興奮與好奇了 當你在高峰前花了太久時間 到真正高峰時聽眾已經沒了期待 槍與玫瑰真的不再有如當初了嗎 當初離開的前代成員們不和平的分道揚鑣 落實在訪問中以一句 這輩子沒可能來回應重新團聚的可能性 2012年的Slash McKagan Adler Soren以及Galby Clark 在搖滾名人堂的典禮現場合體 繞澤脾氣說很尷尬 Rose沒有出席 然而4年後的Kochella音樂界新聞稿 卻意外地宣布Slash以及McKagan的回歸 與樂團團聚重返槍與玫瑰的舞台 同年槍與玫瑰公布的最新的巡迴演出主題就定做 這輩子沒可能 對於老戰友的回歸 Rose的回答有180度的大翻轉 其實一直都有團員的可能性 只是一直沒有時間對了的感覺 痾… 恆里屯倫當初只是一個氣再來所產生的口是心扉 相對的Slash則對團聚感到非常開心 終於又可以以《槍與玫瑰》的名字 站上舞台做音樂 老實說從1998年新生代組合以後的成員替換多道 我已經搞不清楚了 目前最新的名單有來自前代主唱的Rose 主吉他手的Stash Bass手的Dolph McKagan 接著盤手的Ride 以及後來才加入了節奏吉他手的Richard 鼓手的Frank 負責合成系的Melissa 是有經典有心血能讓人耳目一新的組合 自從這個組合上線之後 《槍與玫瑰》沒有停止製作新作品的計畫 同時他們也忙著重製先前的作品 看能不能蹦出什麼心我花 也在幾個月前推出了 Usel Illusion 1和2的超級豪華版 同時Chinese Democracy也正在重製當中 這個被英國流行音樂雜誌Q選為 50大死之前必須看過的樂團 在經過一切風風雨雨後繞了一圈 他們沒有回到原點 而是找到新的平衡點 新的出發點 長達將近40年的樂團壽命 《槍與玫瑰》不是固定定義的樂團 再超過30個音樂人經手過 他是最有自我態度的 超級搖滾樂團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的話也別忘記按讚 分享也可以每個月15塊 加入我的會員 或超級感謝支持我 就這樣下部影片見囉 掰